来来来 我交作业了 大家好 我是老院 上个礼拜的视频啊 好多朋友都说要求老院做一下这个牛肋骨 我知道啊 大家不是因为我的厨艺好 而是因为这个牛肋骨啊 平时确实比较少见 很难买得到 也很少能吃得到 我今天啊 就是在第二个Casco才买到 所以呢 大家想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Casco这个精选级别的牛肋骨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钙和脂肪 而且炖出来以后啊 确实是非常好吃 今天啊 就借着交作业的这个机会 我们全家啊 再解解馋啊 那这个视频啊 除了交作业 炖牛肋骨 我还把去纽约罗斯福岛看樱花的一些视频 合在一起分享给大家啊 视频正是开始之前 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要走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这是我今天交的作业啊 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棒啊 基本上快脱骨了 很浓的肉香味啊 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主要是肉好 而不是你的烹饪的水平高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能做得好 今天交的作业您满意吗 这个是精选级别的牛肋骨 在我们这卖五个美元一磅 一般说来这一盒啊 都是五磅左右 因为它是一整个骨头啊 所以不好分割 要想炖呢 你就必须得准备一个大锅 在普通人家最简单方法就是慢炖 如果你想红烧或者酱 你这个锅呢 就要更大 我做的方法啊 就是普通的宽水慢炖 第一步啊 就是冷水下锅 咱们来焯一下雪墨子 旺的牛肋骨全部下锅以后呢 基本上啊 每次都是满的 都快溢出来了 冷水焯雪墨子的时候呢 加两片姜 再加四分之一cup的料酒 加一半 水开了以后 把雪墨子撇干净 这个水呢 就没有什么用了 这时候用温水清洗一下牛肋骨 然后放到旁边的盘子里备用 今天买的比较多 焯雪墨子的水呢 特别油 我们就给它倒掉了 另外准备一个调料包 里面是两个八角和大约50粒花椒 同时准备一锅开水 这一锅水啊 要足够多 因为我们是宽水慢炖 看你的锅是多少啊 我这个锅啊 加入牛肋骨以后 基本上都要溢出来 水开了以后啊 把牛肋骨下进去 再来一根 牛肋骨下锅以后呢 加入50毫升的料酒 80毫升的生抽 20到30毫升的老抽来上散 加入两片姜和两个葱 如果没有大葱的话呢 可以用小葱 小葱的话 那个葱根一定要保留 直接下进去 加入七八粒冰糖 调料包也要下进去 等到水再次沸腾以后呢 就改小火慢炖 两个小时45分钟到三个小时 关小火以后啊 一定要确保这个水在孤炖了 一定要让它炖着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牛肋骨比较适合的方法 就我这种宽水慢炖 炖了两个小时了 我们加盐 我们家用的是喜马拉雅盐 它的盐度呢 并不高 所以这种小勺啊 我加两个勺半 炖了两个小时45分钟 应该是可以了 这个味道非常的香啊 现在 基本上快脱骨了 很浓的肉香味啊 看看 这骨头特别烫 烫索了啊 非常好 软烂入味 非常棒啊 我们这个就是家常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咱们自己做 如果你要是做红烧啊 或者酱啊 因为这个骨头不好分割 所以很难有那么大的锅 另外这个比较多 所以每次呢 我们家会剩两三根 那一锅汤啊 也要留着 第二天呢 可以馅面条 馅面条的时候呢 可以多加一些白菜啊 蘑菇啊 第二天你会发现啊 它表面会凝固一层牛油 你把这个油啊 可以去掉一些 只用里面的汤和一小部分的牛油 然后下面条也特别好吃啊 这种做法呢 它就是时间比较长 这样呢 才能有最好的效果 当然了 你也可以呢 少加一点点盐啊 这些东西 然后出来呢 自己调个汁 这个肉炖好了以后呢 去蘸那个汁 肯定也特棒 今天是4月6号 星期六 我们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的 纽约赏鹰之旅啊 我们今天啊 也是临时起义 上午才决定 下午呢 就开车来了纽约的罗斯福岛 现在的这些樱花啊 应该是在盛开的季节啊 这个岛上啊 真的很漂亮 我第一次来 这边很多的建筑也特别有特色 人还是挺多的啊 但是我们还运气不错 找了一个免费停车的地方 现在的樱花啊 开的特别旺啊 漫步在这个东河的河边 很舒服啊 每年可能就是这个季节 再加上独立日放烟花的时候 特别漂亮 赏鹰大道 还用去华盛顿吗 纽约也不错啊 咱们来一个360度的镜头 这个呢 是联合国总部 然后这边呢 都是曼哈顿啊 这个下面就是东河 这边呢 是这个连接曼哈顿和长岛的这个桥 再往这边呢 就是罗斯福岛的这些建筑 也就是康奈尔研究院的这些建筑啊 教学楼 到那边呢 就是皇后区 这边还有一个桥 270度的景观啊 接近360度 这是很有名的连接曼哈顿和罗斯福岛的红色缆车 下面是罗斯福岛的标志 我们也决定呢 坐缆车观光一趟 人还是很多的 我们坐上了红色的缆车 可以从空中看一下罗斯福岛和曼哈顿 缆车是从这边上来的 旁边呢 是公路桥 这就是曼哈顿的东河 下面这个快速路是曼哈顿的FDR 这还偶遇了另一辆 现在已经在曼哈顿上空了啊 这个是二大道 曼哈顿啊 熟悉的堵车又见着了 在新泽西的大农村是很少堵车的 现在返回罗斯福岛啊 第一次呢 在空中看曼哈顿的铁桥 显得很旧啊 上面的车很清楚 曼哈顿的桥都是上下两层 罗斯福岛上啊 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啊 这个酒店里面特别有格调啊 特别有情调 你看这个墙 这些照片啊 非常有年代感啊 真的很棒 这个酒店真的是很有格调啊 背后的书你看特别多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人 非常有意思这个酒店 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